所以惠琳姐 你看到他们两个的一个相处模式 你看到怎么样的人际关系 我觉得这个导演 他刚刚用了一个仪式的方式 去强调让我们看到 特定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检视 那就会对照日常 可是其实他也没有忽略日常 就是说每天每天每天都在过日子 那这些过日子 虽然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察觉 觉得他很自然的就过去 可是你知道累积了之后 他还是会对我们的人生是产生影响的 比如说那个女主角 他每天在那边端盘子端盘子端盘子 可是那些东西慢慢慢慢累积 就会让他有一些机会 他还是会有找到一些机会去转变 去成为一个老师 去考代课老师 去考考老师 然后在教师的过程里面 慢慢慢慢的 他又让自己有机会 可能累积经济的基础什么等等 又成为一个作家 所以其实人生活 虽然是一点一点这样的过去 但是最后他还是会很像那个小河流的水 慢慢累积成为一个你建构你梦想的大海洋 那男主角呢 我们看到他生活虽然非常的放纵 可是我这样形容他 我觉得他像那个长不大的小飞侠彼得潘 年轻的小的时候可能依赖妈妈 然后后来认识爱马之后 他就依赖爱马 我们就看到他只要生活碰到不如意的时候 错诚的时候他第一个 对就是找爱马 就开始扣爱马 就一直是这样 是一个依赖的 就自己一直没有独立 然后甚至到后来他结婚 一样就说也是依赖这个娘家 就没有成长 可是当他成为一个父亲之后 我们就开始慢慢的看到他的改变了 当他的事业挫败之后 他就开始慢慢的有一些检视 然后一点一点的慢慢慢慢的 他还是找到一些调整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想其实这个过程里面 导演都在告诉我们 就是你不管是好好的过日子 或者你不好好的过日子 时间还是会流逝的 我们还是会长大 而且我们还是会老去 爱马这么认真的面对他人生 他跟达斯这么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他们两个一样的是逐渐在长大 逐渐在老去 所以其实这个导演在告诉我们 每一天真的都很重要 因为不管你认真的去过 你浑浑噩噩的过 他都会过去 所以虽然老生常谈 叫珍惜当下活在当下 可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很重要 那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导演 叫做伍迪艾伦 我很喜欢伍迪艾伦讲的一段话 他说我们人 其实一辈子里头 每天都在做一件事就是选择 有些选择是小的 比如你今天要选择 那个午餐要吃什么 晚餐要吃什么 你要选择穿哪一件衣服 这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可是有一些选择是很大的事情 你要选择谁当你的伴侣 你要选择你的事业 是要往哪个方向 他说我们大部分的选择是小事 可少部分的选择是大事 而我们的人生就是由这些大的选择 跟小的选择加起来的总和 我们是我们选择加起来的总和 这些选择变成了我们的人生 所以你知道即便是每天每天在过日子 我们可能在不经意的过程里头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停下来 去想一想 我其实在做着人生里面的选择 那个选择会对我的生命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其实是非常重要 那电影就像刚刚爱丽丝讲的 他其实给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转折 我们本来以为可以是一个王子公主 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可是他就给了一个转折 那这个转折其实也隐藏着 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人是很渺小的 每一个当下是很珍贵的 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掌控 你没有办法掌控 你不知道未来到底会如何演变 因此如果不能够去掌握那个当下 我们就很可能会留下很多很多的遗憾 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 他用这个部分也就在提醒我们 虽然每天过日子看起来很频繁 可是在这些频繁的过程里头 你可以应用一个仪式去创造不频繁 可是如果没有这个仪式 我们还是应该要用那个我 这个自己来提醒自己 随时停下来去思考选择这一件事情 我们是主体 是 我们是主角 回到这个存在的模式去看 是的 没有错 所以 当然 那万一真的 就是人生不小心像打死一样过得 这样的一个 这个就是浑浑噩噩 或者不小心你做了一些错误 或者你人生碰到了一些意外 一些不幸 可是接下来还是要过下去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万一我们 我们总会有年少无知的时候 我们总会有人生走错路的时候 那这些很可能就是所谓大的选择 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不幸跟伤害 就像在电影里头 打死可能最后的人生里面 他就要面对一个 又再度的一绝不振 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是我们还是要告诉自己 那这就是人生 因为不管你碰到再大的一个挫折 你接下来人生还是要走下去 所以在那个电影的最后 其实我非常喜欢 他跟他爸爸的一段的对话 因为他爸爸在妈妈过世之后 接下来继续还要过着十年二十年 那那个爸爸就跟他讲 他说我觉得最好的办法 就是试着继续的生活 就好像爱马一直在你身边一样 那打死就说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做得到 那那个爸爸就说 你一定要试试看 要不然你觉得 我过去这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哇我觉得你看看 这个爸爸的智慧 你就在这儿真的是完全的理解了 就是说他用他自己的经验 然后转成那样的一个智慧 然后他那种整个十年二十年 没有跟儿子讲出来的一个悲伤 可是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儿子 提醒儿子 是去伴侣的 对你是可以 人生还是可以往前走的 所以后来他开了一个 兼卖杂货的一个小的餐饮店 对不对 真正的脚踏实地过日子 然后小小的店 后面也只有一个人手 可是他就是过了一个脚踏实地 一步一脚印的 就变成跟他之前在演艺圈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要提醒自己 我们每一天在这个世界上 所发生的任何事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碰到 不管是快乐的事还是悲伤的事 我们碰到当然可以有情绪上的不同 可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事 其实我们都可以走得过去 而且也都必须要选择往前走 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是我在看这个电影里头 真的 蛮好的 还是有点疗愈系 是 其实很疗愈啊 对对对 特别我这样子刚被倒了身排多万的名币的 我也蛮疗愈的 蛮养生的 很营养 所以继续往前走不是问题了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惠玲姐帮我们带来的真爱挑日子 谢谢各位朋友